刚刚还有一个点 老谭说翡翠水库在一开始兴建的时候 就是担心被解放军攻击 那时候的政府有针对这部分去做演习 因为先前有提到过说 像蒋介石当年又有针对 有可能遭对岸和攻击去模拟 这个东西他们当初有做大规模的动员吗 接着柯文哲在这方面 曾经有过超前部署 他那个时候在2015年 刚上台没有多久 就认为说翡翠水库如果溃题 会直接威竭下游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就要求消贩局做一个最复杂的演练 模拟巡异飞弹轰炸101大楼 还有翡翠水库等等 那消贩局应该怎么样子进行 防灾救灾的演练 那个时候也其实受到媒体的关注 不过后来好像也就没有再继续有过 这样子的这种演练 老谭有说过炸大坝是战争罪 人类的历史上应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还是其实真的有发生过 所以后来才引起重视 水坝成为攻击目标其实是有的 最有名的其实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的空军炸毁 纳粹德国鲁尔河上游的三座大坝 这个鲁尔工业区其实是拥有最著名的 克鲁伯工厂还有茅舍公司 这些很有名的兵工厂 所以从1943年的3月开始 英国还有美国的空军就开始对 鲁尔工业区进行战略轰炸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鲁尔空中战役 那德军也在这个地方部署了 强大的防空火力 密集的高射炮等等 就是常常让英美的轰炸机有去无回 虽然伤亡非常的巨大 可是英国为了要加速德国的投降 所以后来他们也改变了策略 也就是不炸工厂准备改炸水坝 那既然这样最终是用什么方法 去达成他们的目的 英国最初本来是想要高空轰炸 可是我们前面提到 高空轰炸的精度很低 那个时候如果是要炸一个工业城市的话 大概只有10%的炸弹 能够落在距离目标3公里内的范围内 如果要炸一个所谓的指定的兵工厂 大概命中率不到3% 所以对于坚固的水坝 如果没办法直接命中 其实基本上是等于隔血烧痒 所以高空的轰炸就被破绝 英国又想的另外一招 就是说飞到水坝的上游 直接空投鱼雷 保证可以命中水坝 如果有几枚的鱼雷 刚好都打中同一个点 说不定水坝还可以被炸垮 可是经过侦查 发现到说德军早就已经也有部署 就是水坝的上游也都有高射炮 而且甚至于靠近水坝的地方 还有繁游列网 等于说你用发射游列 也没办法穿透 这个时候英国工程师 Barns Warris他就想到了 既然空中水下打击都不行的话 那么就走水面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他就大胆的建议 就可以用打水漂的方式 用滚动的炸弹越过繁游列网 弹跳到大坝的上面 这听起来也是有一点脑洞大概 所以有成功吗 我刚才想象的画面 我觉得有点难度 Warris他想出来的炸弹 是一个云桶型 重8吨多 里面有3吨是炸药 英军还对轰炸机进行改造 例如把炸弹挂架上面 另外还安装电机 也就是在投弹之前 飞行员会先启动电机 让炸弹的旋转速度 维持在每分钟800转 只要从18米的高度 投下炸弹 接触到水面 这个炸弹就会像在水面 打水漂一样的 往前的跳跃前进 飞越水坝前的环渝列网 不过一架飞机 大概只能挂 再一枚这样的特殊炸弹 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成功率 所以英国空军 就专门组建了617中队 1943年5月16日晚间 英国空军的617中队 就执行了一个代号 叫做Operation Chastise的惩戒行动 19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 就分为三个编队 从英国起飞 飞过了荷兰比利时 直底卢尔大坝 在18米的高度 就投资了这款特殊的炸弹 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那个概念有点像 轮胎轮走对不对 然后就是让它绕练滚出去 这个方法真的有成功吗 因为我真的觉得是脑洞大开 这次行动 轰炸机其实摧毁了 墨内大坝 还有爱德尔大坝 种山的另外一座 叫做佐佩尔大坝 因为跨坝而产生了 3亿多顿的洪水 至少淹死了大概1600人 另外还有125个 与军工有关的兵工厂 或工厂 就损失惨重 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 就是加速了德军的战败 英国空军 他这次的完成任务 算是相当的成功 也证明了英国有能力 对德国进行战略打击 只是说付出的代价 其实也很大 参与行动的133人 里面有53个人正亡 两个人被俘 机组损失率高达4成5 虽然对英国来讲 炸水坝的结果是成功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好奇 就是那个死伤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那是一个会死伤非常巨大 但还好看起来那个地方是工业区 所以其实上亡人数1600多人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但也是很多人 对 我必须这样讲 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好奇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老台一直在强调说 炸水坝并不简单 英国这次破坏成功 真的是贵公于他那一个脑洞大开的水漂式轰炸 入耳的水坝群之所以被摧毁 除了英国的天才发想 利用打水漂的方式来进行轰炸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就是这些水坝是拱坝 所以被炸之后也比较容易发生溃坝 我们知道水坝分为拱坝 重力坝等等 所谓的拱坝 其实就是从水平面来看 凸面 这个凸面是朝向上游 凹面就朝向下游 这种粉泥土水坝的坝体是比较薄的 省工省料 新建的条件是 它的两岸的岩壁 必须要非常的坚硬 其实就像我们的翡翠水库一样 它也是拱坝 不过有力就有弊 拱坝它有一个中心硬力点 如果被大单量的炸弹给其中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发生溃坝 至于像现在我们常常讲的三峡大坝 大家看照片就知道 它是属于重力坝 它设计的形状的样子 也就是说面对上游蓄水 它的那种蓄水面 其实是锤子强 面对下游的方向 它是斜面 这就是利用坝体本身的重量 去抵抗水 因为我们知道有重力 就是水因为重力要向下游流动的力 可以抵抗得了这个力 而这种坝体对于抵抗洪水的漫顶 还有地震 或者说炸弹攻击等等 它的综合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 所以在各种的坝体里面 重力坝是比较相对安全一点 如果德国的这三座水坝 它是重力坝 英国空军617重队的轰炸效果 可能就会稍微打一些折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